兔子长了四条腿,一蹦一跳,跑得可快了 乌龟也长了四条腿,爬呀爬呀,爬得真慢 有一天,兔子碰见乌龟,看见乌龟爬得这么慢,就想弄戏弄戏它 于是,笑咪咪的说,乌龟,乌龟,咱们来赛跑,好吗? 乌龟知道兔子在开它玩笑,淡着一双小眼睛,不理也不睬 兔子知道乌龟不敢跟它赛跑,乐得摆着耳朵,直蹦跳 还编来一句声歌笑话它,乌龟,乌龟,爬爬爬 一早出门采花,乌龟,乌龟,走走走 傍晚还在门口,乌龟生气了,说 兔子,兔子,你别生灵活现的,咱们就来赛跑 什么?乌龟,你说什么? 咱们这儿就来赛跑 兔子一听,差点笑破了肚子 乌龟,你真敢跟我赛跑? 那好,咱们从这儿跑起 看谁先跑到那边山脚下的一棵大树 预备,一,二,三 兔子撒开腿就跑,跑得真快 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 他回头一看,乌龟才爬了一小段路呢 心想,乌龟敢跟兔子猜跑 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呀,在这儿睡上一大觉 让他爬到这儿 不,让他爬到前面去吧 我三蹦二跳的就追上他了 啦啦啦,上帝准是我的嘛 兔子把身子往地上一躺 和上眼皮,真的睡着了 再说乌龟,爬得也真慢 可是,他一个字的爬 爬呀,爬呀,爬 等他爬到兔子身边 已经筋疲力近了 兔子还在睡觉 乌龟也想出息一会儿 可他知道兔子跑得比他快 只有坚持爬下去才有可能赢 于是,他不停地往前爬,爬,爬 离大树越来越近了 鸡差几十步了 十几步了 几步了 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 兔子呢 他还在睡觉呢 兔子醒来后,往后一看 哎,乌龟怎么不见了 再往前一看 哎呀,不得了了 乌龟已经爬到大树底下了 兔子一看,可急了 急忙赶上去,可已经晚了 乌龟已经赢了 兔子跑得快 乌龟跑得慢 为什么这次比赛 乌龟反而赢了呢 啊